各位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日語的動詞 我們都知道日語的動詞會變化 所以很多人學到動詞變化 就有那麼一點點小挫折 其實真的不要這麼小 因為全世界的動詞變化 沒有像日文的變化這麼簡單的 我們看一下 今天我們特別為各位準備的填空式 要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這是我們日語的基本概念 日語的動詞它總共分幾種 它總共分三種 三種很簡單 就是第一種第二種跟第三種 日語的形容詞分兩種 第一種跟第二種 所以日語的動詞都要分了三種 文法學家分別給這三種一個名稱 只是為了分辨而已 給它一個名稱 第一種叫做五段動詞 第二種叫做上下段動詞 第三種叫做變革活用動詞 變革活用 它叫做變革活用動詞 這麼奇怪 變革活用 這個名稱都跟別人不一樣 對不對 因為它就是比較奇怪的變化 它自己變化自己的 跟變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給它名稱叫變革活用動詞 變革活用動詞 又分為 咖行變革活用 咖行變革活用 跟沙行變革活用 沙行變革活用 沙行變革活用 這裡只有スルー這個字 所以各位 他們雖然名稱 像是拉拉曲 好像看起來很兇 其實他們都各自有一個字 所以你心中就可以唱這首歌 叫做 ONLY YOU 只有一個字而已 為什麼叫卡行變革活用 因為 為什麼叫沙行變革活用 就 スルー 撒西斯是說 他們的變化跟別人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拉出來外面 另外擺 你會說 為什麼他們兩個跟別人特別不一樣 各位你要記住 越常用的就越不規則變化 所以你看 英文的go 是不是變成went 過去是 你看 越常用的越不規則 因為 越常用越不規則 大家都還是懂 因為很常用 所以你怎麼不規則變化 大家都聽得懂 可是很少用的不規則變化 沒有人聽得懂 所以很少用的一定都規則變化 所以很難的字一定都規則變化 可是很簡單 越簡單的字一定都不規則 很多都是這樣子 語言就是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只有這一個字 這裡也只有一個字 所以你都不用擔心 名詞跟麗辣叫跟夾派 其實沒有 它只有一個字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名稱 它只是一個名稱而已 你就看得懂 卡行變格活用就是kull 三行變格活用就是kull 那為什麼叫變格活用 因為跟別人特別不一樣 所以日文的動詞就分這三種 你會說 卡奇怪為什麼就一定要這樣分 好 那我問你喔 中文要不要分 看看我們中文要怎麼分類 各位 這裡有六個動詞 請問你 你要怎麼分類 要不要分類 好 所以呢 這六個動詞 你看一下喔 幫忙 幫助 吃飯 包含 交花 跟選擇一不一樣 尤其是幫忙跟幫助 一不一樣 一樣嗎 當然不行 這六個字 如果要你分 你要怎麼分 你要這樣分喔 中文這麼困難 你看 你要分成幫忙 吃飯 交花 一組 然後呢 幫助 包含 選擇一組 為什麼會這樣講 各位你看一下喔 幫忙 就是動詞加非動詞 吃飯 動詞加非動詞 動詞加非動詞 好 動詞加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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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你看 這個都是動詞加動詞 上面就是動詞加非動詞 所以上面這一組 就可以插入一個字 叫做個 好 所以你可以說 我幫個忙 麻煩你幫個忙 我去吃個飯 我去交個花 可是動詞加動詞 抱歉 你就不能說 我幫他一個助 我包個韓 選個折 這個都 因為他不是動詞加 動詞的這種組合 就不行 所以 外國人學中文的時候 他只要記住 只要是動詞加動詞的 就不能插字 他就不會犯錯 他就不會講書 麻煩你幫我一個助 這樣子的中文 所以這個文法就是幫助我們 趕快 趕快 學會 然後不容易犯錯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把動詞分那三種 就是因為 我們要很快速的學會它 而不要犯錯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呢 他有個題目 我看一下 他的題目是什麼呢 為何要分這三種 原來就是因為它的變化規則不一樣 它的變化規則不同 因為變化規則不同 所以我們要把它分出來 就像我們剛剛分的 動詞跟非動詞 以及動詞加動詞 這兩種動詞 這兩種動詞 把它分出來 你就不會犯錯 所以為何要分這三種 就是因為他們的變化規則不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分出來 就不容易犯錯 再來喔 繼續往下看 日語的動詞 有一個最大的特徵是什麼呢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課本的第168頁 課本第168頁 就是這個 課本的第168頁 它就有這個圖 就有這個附錄的地方 它就寫第一類 就麻煩你在旁邊刮五 寫下五段動詞 第一類就是五段動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字典型就是圓形 字典型就是圓形的地方 你看喔 我們看最後一個字喔 最後一個字怎麼都很好念 我們看一下喔 上下段動詞 上下段動詞 上下段動詞就是第二類 麻煩你在旁邊寫下好不好 寫下 上下段動詞 上下段動詞 上下段動詞的 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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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嚕 怎麼奇怪 上下段動詞全部都是嚕 好 都是嚕喔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三類 第三類 第三類 第三類就是 變革活用動詞 你看 你不要擔心喔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換一個字 變革活用動詞 其實只有一個字 全部都是嚕嚕 全部都是嚕嚕 前面換一換同語 其實後面全部都是嚕嚕 變革活用動詞 其實只有一個字而已 所以我們會發覺 怎麼那麼奇怪 怎麼說呢 所有日語最大的特徵 就是它的單字 動詞原型的最後一個字 就是在 好 我們寫下好了 它的語尾 語尾就是單字的動詞 圓形的最後一個字 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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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斷音 無斷音 好 所以 因為 你看 它的語尾 真的 全部 都在 無斷音 無斷音你還記得嗎 好 5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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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告訴我們日語動詞的最大特徵 就是語尾都在五段音 但是你一定會問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好 各位 原來是有原因的 我們看一下 你看一下 這是百人一首 一千的和歌 它也是五七五七七 我念給你聽 我在宮中看著古老的屋簷上面 有那個草 無論我怎麼思念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以前的時光 這是順德怨天皇寫的詩 他很懷念以前天皇親政的時候那個時光 因為後來天皇就沒有實權 被將軍 被幕府將軍拿走了 所以他就很懷念以前天皇有實權的時候 那個時光 各位 你會發覺 好奇怪喔 這個地方 它不是烏斷音結尾 就表示一種感嘆的意思 各位 你看喔 它的最後一個字並不是烏斷音結尾 我們繼續往下看 哎唷 Kerry是表示一種過去跟勇嘆的助動詞 那你看一下喔 這裡寫得很清楚喔 它的中指形也就是字典型呢 是Kerry喔 而Lure U段音呢 在以前 是用在連體型 這個以後我們會學 這個以前是用在連體型喔 那本來的中指形是Kerry喔 是一段音喔 哎唷 哪 下 記 怪 以前是這樣 為什麼會變成烏斷音 好 來我們往下看 原來是這樣 來各位 這是日本的歷史年表 好 日文的研究者呢 告訴我們一件事 日文喔 以前的E段音呢 E段音是這個圓形 也就是字典型的以前 什麼時候變成了烏斷音 各位 就是這個時候啦 好 那我們把它弄小一點 就是這個時候 好 我們把它弄小一點喔 連昌跟士庭時代啦 好 為什麼叫連昌時代 就是呢 將軍 將軍 幕府將軍在連昌 所以叫連昌時代 為什麼叫士庭時代 因為呢 幕府將軍呢 在士庭這個地方 所以叫士庭時代 好 各位 日文在這兩個時間呢 產生了大變化 怎麼會那麼奇怪 為什麼其他時候不會大變化 但是呢 這兩個時候就會大變化 讓你看一下 讓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覺 有沒有發覺 各位 要大變化 除非不是內在 不然就是外來的 有沒有看到一個外來的 很奇怪的 很可怕的一個朝代 站在那邊 哈哈哈哈 原草站在那邊 看到嗎 唉唷 原草 原草 那個時候呢 把高麗呢 就是朝鮮半島的高麗呢 納為藩屬國 就是自己的領土 好 所以我們往下看一下 好 原草的這個時候呢 原草的版圖長這樣 怕死人 你看看嗎 原草的版圖 哎唷 喂 喂 有沒有 好 台灣在這裡 你看喔 他連台灣都沒有 可是呢 他呢 把那個 朝鮮半島呢 列為自己的領土了 好 那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這個人 這個人 我們給你看一下 這個人 這個 這個 夭壽骨 忽必烈 忽必烈 怎麼樣呢 忽必烈呢 把韓國 就是朝鮮半島呢 列為呢 他的藩屬國 那呢 朝鮮人呢 那時候朝鮮人呢 就跟忽必烈說一件事 他說 他說 他說什麼 他說呢 他說就是個個的意思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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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還有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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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講一國 有一個日本國 然後呢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他跟忽必烈講一句 他說 兄 帝廊交給家宵 好 帝廊交給家宵 什麼意思呢 我帶你來 我帶你來日本 好 結果呢 這個忽必烈說什麼 忽必烈說呢 家 家就是呢 在蒙古語裡面就是好的意思 賓米特羅 好 OK 好 我知道了 你帶我去的意思 賓米特羅 好 好 你帶我去 好 蒙古語就這樣講 好 這個時候你要記住喔 聽得懂人要當成聽不懂 聽不懂人要當成聽得懂 知道嗎 好 OK 好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朝鮮人 蒙古軍 他根本就不會海軍 他都在土地裡面 那個內陸他怎麼會有 那個海軍對不對 朝鮮有啊 蒙古沒有朝鮮有 朝鮮人 就帶著蒙古軍喔 三萬三千人去打聯昌政府啦 好 而且四年打了兩次 可是呢 後來都失敗 為什麼遇到颱風 所以蒙古軍跟朝鮮軍呢 死傷非常慘重 好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他們呢 雖然蒙古軍跟朝鮮軍 他們輸了 可是怎麼樣 他們雖然輸了 可是 聯昌幕府那個時候 為了要對付他們呢 精疲力盡 所以呢 聯昌政府呢 後來都沒有錢了 結果呢 就被推翻了 就變成了 市庭時代 變成了市庭時代 可是你知道嗎 在日本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 市庭時代呢 就是日本的所謂的 戰國時代 就是在市庭時代 而且長達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都在戰爭 都在戰爭啦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 市庭時代 戰國時代的地圖 長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 往下看 好 OK 好 浮鼻裂 剛剛那是浮鼻裂喔 夭壽骨啊 靠腰啊 你看 日本戰國時代百多國 你看 長這樣子啦 這是什麼意思 那時候呢 戰國時代有這麼多國 這麼多國 怎麼辦 就要跑來跑去啊 戰爭啊 戰爭要跑來跑去啊 對不對 所以語言都不通 好 那時候很多語言都不通啊 那時候沒有什麼統一的語言啊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為了要互相通語言 為了要互相通語言 然後呢 他們呢 就做了一個規定 而且是人為的喔 可不可怕 他們竟然做了一個規定 好 好 如果沒有這樣 所有動詞的圓形的後面呢 我們都加一個 呜的音 動詞的圓形的後面 為了要聽得懂 對方要講什麼 動詞的圓形的後面呢 都加一個呜的音 所以呢 造成了現在的日文的所有的 這個圓形的動詞呢 都在呜斷音啦 可是你知道嗎 對日本人來說 圓形動詞根本沒有意義 因為呢 它只是用來辨別而已 因為根本在日常生活當中 圓形動詞是最不會用到的 可是呢 日本人呢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唸 指音結尾的 指音結尾的 比如說這個 卡 指音結尾的 他們沒辦法唸 日本人沒辦法唸指音結尾的 所以它就在這樣子 加一個 就變 為了讓它好唸 所以加了一個母音的呜的音 加在指音的後面 所以呢 就造成了 現在呢 所有的日文單字呢 這個尾音都在呜斷音啦 其實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辨別而已 其實真的沒有為了什麼 是為了辨別喔 好 那你會發覺一件事 北海道直接打 這時候是什麼意思 1545年 1545年 北海道呢 不好意思 那時候北海道根本不在日本的領土 北海道什麼時候 列為日本領土 在1800年左右 也才200年而已啊 那時候 你看這裡都沒有啊 沒有日本領土啊 它不是在日本領土裡面啊 那時候北海道離 俄羅斯數額可能還比較近 它還比較不 就是跟日本的關係好像沒有那麼好 所以1800年以後呢 北海道呢 才列入日本的領土 真的比較好 就是它的一個版圖裡面 所以你看喔 以前的戰國時代 因為跑來跑去 語言為了要讓它通 所以日本人呢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用指音結尾 所以大家就 這些人為有厲害嗎 他們竟然可以在 每一個動詞後面 加上一個嗚的音 讓它變成尾音 語尾 好 那你會問 母音真的有那麼離譜 竟然日文可以用自己加母音 讓它變成乌端音 好 我跟你說 其實是這樣 好 你要了解喔 全世界的語言呢 它有分為三種形態 哪三種 也很簡單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你看 它分為焦灼語 好 那焦灼語呢 就是日語跟韓文 這種叫焦灼語 什麼叫焦灼語呢 好 焦灼語就是呢 這個東西 然後後面黏一個東西 把它黏上去 讓它黏住 這叫焦灼語 你看日語就是啊 私が ご飯を 食べます 所以都在後面黏 那自己本身呢 自己本身沒什麼變化 這個本身沒有變化 就後面用黏的 黏住它 叫焦灼語 好 可是呢 有第二種叫什麼 曲折語 比如像 拉丁語 你看 夭壽骨 兒子當主詞的時候 用F-I-L-I-U-S 好 然後呢 我兒子的就變成F-I-L-I-I 然後呢 對我兒子就F-I-L-I-O 然後呢 還有沒有 你把我兒子變成F-I-L-I-U-M 我兒子 我兒子 好 所以你看喔 曲折語就是 在單字裡面本身 變化 用到整個狗狗 你根本不曉得怎麼把它拆開 這叫曲折語 好 那還有一種 最後一種就是呢 孤立語 就是獨立的 中文就是一種 孤立語 我吃飯 每個字都可以拆開 每個字都可以獨立 所以對於孤立語來說 什麼最重要 單字的順序最重要 所以我打他 他打我 單字的順序最重要 好 那你看喔 這是膠著語 各位 膠著語就是阿爾泰語系 都是膠著語 你看 這麼多 全是有這麼多的語言 全部都 你看這邊 韓國日本這邊 蒙古語這邊 全部都是膠著語 這邊全部都是膠著語 那我們是獨 我們是獨立 這是孤立語 獨立語 好 所以我們回頭看一下 我們回頭看一下 所以為什麼 我們剛剛那個題目 我們題目的答案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子 好 所以為什麼日語動詞的尾音 都要在烏斷音 原來就是因為 為了要辨別單字 為了辨別單字 為了辨別單字 所附加的 的 的 母音 所造成的 的 現象 是剛好而已 恰巧 它不是 所造成的 現象 所以以前 根本就不是 無段音 以前是 異段音 OK嗎 所以各位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你終於知道 為什麼日語的動詞 最後一個音 一定都是在烏斷音 就是因為 戰國時代 語言 總和 為了讓大家 能夠辨別 這個就是動詞 所以在後面加了一個 烏的音 那就變成 全部在 可以說 什麼 全部是在 烏斷音 這個現像 好 那我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謝謝